阿阿欧世紀 親笑鬼流 歪笑天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彩銀 今天請到的是人員投顧楊天迪 楊老師 老師好 彩銀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高通和蘋果的談判將露出曙光 如果他們再次合作的話 將有利於台積電 那投資朋友們該注意哪些呢 老師 我想其實不管你跟蘋果的狀況如何 事實上現在台積電已經接到高通的訂單 他已經接到了 現在台積電尤其是比較重要的關鍵點 是在7奈米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包括GrowFounder 全球第三大的晶圓代工廠 GrowFounder 基本上都已經放棄7奈米的製程 所以從這地方來看的話 其實台積電在明年的7奈米 應該是獨霸天下 對 獨霸天下 就唯我獨尊 雄霸天下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就等於說你不丟給你高通 管你有沒有跟蘋果和解 你只能丟給 只能選擇我們台積電 你的晶片就是要丟給我台積電來生產 所以我想目前得知的一個狀況 就等於說台積電本來是蘋果的 處理器的主要的一個代工廠 那性階段也有可能接到 高通處理器的一個訂單 那這個訂單 那麼基本上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 叫做5奈米晶片 然後這個我應該這麼說 5G的晶片 5G的晶片現在大家在喊5G 5G的晶片出來之後 誰能夠代工 對吧 對台積電能夠代工 因為本來想說 高通以前可以丟給Intel 對 但Intel的部分 今天最近的Intel很累 他很累 為什麼很累呢 因為他是魚 不是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Intel本身在10奈米的部分 他的良率都不夠 所以現階段我們判斷的一個原則 就是明年的台積電 除了接蘋果的處理器訂單之外 也會接到高通的處理器訂單 另外高通的5G晶片 也會交給台積電來生產 好 甚至我們不排除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得知的一個狀況就是 Intel本身 這個所謂的一個 他的一個10奈米的部分 良率不夠的情況之下 本來預期在明年年底 他可能會量產10奈米 如果到了明年年底 都沒辦法量產10奈米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陣亡了 Intel的本身的5G晶片 也會丟給台積電生產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Intel跟台積電本來是競爭者 Intel本身他不是晶圓代工 他有晶圓代工廠 但Intel本身叫IDM大廠 就是他本身也會做設計 所以如果設計的部分 因為他晶圓代工的部分 基本上 就基本上就是在10奈米卡關了 卡關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設計出的5G晶片 我要跟高通來競爭的話 那該怎麼辦 我還是得交給台積電生產 相對來講 明年的台積電可能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維持原先蘋果的處理器訂單 第二個可能會拿下高通的處理器 對 處理器訂單 另外高通的5G晶片會拿下來 甚至我們不排除Intel的5G晶片 也會交給台積電生產 所以台積電在明年會大爆發 我想這個部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大家會期待一下 大家會想說禮拜五為什麼台積電殺尾盤 對 真的 而且上禮拜也是啊 為什麼殺尾盤 不是啦 因為禮拜五不是有MSCI降頻嗎 對 調降台股的權重 所以台積電的部分 被被動式基金殺下來 所以禮拜一就跳上去了 你放心 沒什麼問題 睡一覺 週一就知道 對一般來講 我們在考慮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通常每年會碰幾次 碰4次 2月5月8月11月都會碰到 所以我們既然會碰到 其實習慣就好 你看久了你就知道 那原先被殺下來的 隔一個交易日他就跳回去 所以我想這是最重要的關鍵點 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在現階段來看台積電 他有幾個特色 除了原先我們剛才談到7奈米 他最大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 那跟台積電相關的一些個股 會不會有機會 一定會不會有帶動的影響 一定會有帶動 比如說我明年的第一季 我台積電要開始往5奈米的一個 假設我2020年本來台積電預估 在後年的第一季要量產5奈米的一個 製成的一個這個部分 相對來講的話 他就必須在明年的第一季去採購設備 所以跟他相關的這些設備廠 供應鏈就會受惠 所以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設備廠 包括了測試代工的一個部分 包含什麼 包含了所謂的IP的部分 就是細製材的部分等等 將來跟台積電相關的這些公司 在明年都會爆發出來 所以要往這邊去做佈局囉 所以我認為 本來我本來的想法是 貫穿明年的主軸會在矽晶圓 半導體矽晶圓 因為他的產業能見度最高 現在我認為台積電 在明年的爆發力會出來 所以明年的台積電供應鏈 或台積電大聯盟 他就是投資朋友 可以關注的方向 第三個還很重要 關鍵點 我們現在如果採在時序上來看 現在不是進入第四季的末端了嗎 對不對 12月份就第四季的最後一個月 然後到了明年第一季 會有什麼題材 配息的題材 所以今年的台積電 我們預估大概可以賺14塊左右 13到14塊 如果明年 我假設配你10塊錢 那台積電不就具有高配息的優勢 對如果配10塊錢 現在200不到230 225個狀況來看 那他的殖利率 是不是高達4.5%以上 所以殖利率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明年又會吸引到什麼 法人又重新回來買台積電 所以我想台積電的走勢 一般來講第一季是淡季 但在淡季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雖然營收會是淡季 但是因為他高配息的題材會造成 他股價會事先的往上走 到了第二季開始 你就會聽到 他接到了蘋果的處理器訂單 又接到高通的一個處理器訂單 又接到高通的5G晶片 所以相對來講 明年的台積電 應該比較沒有淡季的效應 所以我想以目前狀況來看 台積電是進可攻 退可守的主要標的 感謝楊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關於選股的秘訣 及最新的盤中消息 一定要加入楊老師的LIOT 財經紀元師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